民进党为了填补没有党籍立委在花莲服务的缺憾 特别邀请到部分区立委范云在花莲设立了联合服务处 11月1号上午范云亲自到花莲现党部来接牌 他表示除了会有一位专责助理注点在花莲收集地方的服务案件 在台北立法院办公室也会以花莲的案件为优先处理对象 民进党花莲现党部11月1号举办与立委范云的联合服务处接牌仪式 党部主委陈景峰表示 为了弥补没有党籍立委在花莲的服务 特别为请范云立委共同成立联合服务处 自从在美琴卸任以后 那花莲的服务案件有非常多中央相关的 那是没有办法寻求到可以服务的对象 虽然说我们有一些会去到平原的陈寗那边 或者是后续成立的武力华那边 至少还有一些是长时间习惯跟我们在组织上面来去做成情的人 那这些人的服务案件没有去处 那所以在这一段期间算是在花莲的选服案件的一个机可期 那我们都必须要透过以前曾经做过服务案件的一些关联 跟一些认识的官员来去拜托他们来去帮忙解决一些民众的选服问题 那今天范云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站在一起来合作 可能应该可以大部分来去改善现在的选民服务的一个状况 立委范云表示在前立委卢伯基肖美琴垫地的基础下 他很荣幸可以到花莲来服务 虽然花莲是个艰难选区 不过他会尽力做好服务工作 美琴过去是我们在自由民主上一起努力的朋友 那我希望美琴过去的努力 我们花莲民主前辈的努力 就是能够继续保有这个能量 然后越加让大家看到民主进步党 在花莲这里为花莲人服务 为花更好的花莲努力的一个决心 我这边会跟我们民进党的那个花莲党部合作 那我们有一位在地的青年革制 他会全程在这边为大家就是处理 不管是议员问到的问题 或是由民众直接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陈勤服务案都会为大家协助 那我在国会办公室的部分 目前有十个助理负责教育 因为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里面 教育的议题跟文化议题会是我的专长 那在这方面的议题 我们也会花莲优先 优先处理我们花莲在教育文化这里遇到的议题 那最后我也希望我们花莲好的政治 就需要好的公民团体跟公民社会 我也希望可以协助我们的公民团体 好好的监督我们花莲的宪政 让花莲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成立是包括了总统府国策顾问卢伯基 花莲小营之友会的总会长郭吉周 立委吴立华 民进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主任李庆锋 原民部主任一赛都特别出席 他们期许中央和地方可以共同努力 做好基层的服务工作 面对2022及2024选举 民进党在花莲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